真的是法國味十足的高級餐館 旁邊還有小提琴現場伴奏 這群學生為了準備這美食饗宴 可是花費了不少心思 甚至還有這西班牙style的上菜秀 真的是好厲害 還能夠用西班牙文介紹菜色 不只能舞 還能夠說得出典故來 原來他們可都是從小就開始學習第二外語 臨時考試來一段自我介紹也難不倒 悄悄就連吃飯禮儀最多的日本餐飲文化 這群學生也一點都不含糊 一邊上菜一邊講解就連外籍教師也吃得津津有味 平常上課上網的東西我們通過這個活動我們都學到了 國際村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語言 語言通文化通觀念瞭解就會有尊重 藉由語言來尊重各個文化的一個層次 所以才能夠造成世界的和平也就是在這個部分創造了孩子的一個競爭力 不只從飲食文化中學習也從話劇競賽中讓學生發想創意 熟悉各種語言 拓展台灣學生的世界觀 原來世界文化也能夠在學校的課程中體驗得到 中天新聞 南投綜合報導